本场比赛将会是一场来自于西赛区的比赛 西安云豹作证主场对阵西藏穹鸟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队长此类评错 在防守端他表现非常出色 拿下六五情报 双刀流四分为索朗诞增 回忧开工 拿下西藏最时尚的第一个大阵 这是今年中国华美橄榄球联盟全国联赛的一场比赛 它是中国范围内高水平成人业余联赛之一 西藏穹鸟美式橄榄球队 在这支联赛上首次亮相 这也是联盟中第一支少数民族球队 我们球队是18年成立的 然后像我目前的话 有18个人 在西藏我们是唯一支美式橄榄球队 然后我们也是代表西藏 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警察 有厨师 有医生 有学生 因为最纯粹的热爱集合到了一起 哈喽哈喽 哈喽哈喽 我叫格伦 然后工作是咖啡师 也是一个咖啡的主力人 然后我是西藏穹鸟美式橄榄球队的跑风 就已经离不开这个运动感觉 这个运动能给我带来那种男人想要的那种机器感 你知道吧 我都31岁 我最少要打到40岁 作为都市青年嘛 平时你在工作生活 你面临各种坎坷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打一场橄榄球很解压 美式橄榄球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 每年的超级晚总决赛被誉为美国的春晚 但这一项运动因为具有激烈的对抗性 在中国属于小众运动项目 更何况这里高海拔 低寒养 组队就更是难乎其难 第一次去内地打比的时候 别人会觉得你们那边海拔那么高 怎么可能会打这种球 我们其实也是传达一种 打破刻板印象的这种态度 就是我们西藏并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 那么起着牦牛 射着剑 我们也会穿上装备打橄榄球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 当这支藏族球队首次亮相联赛时 引起很多关注 加入联盟的时候 联盟的那个大曲里面炸开锅了 什么 现在还有人打橄榄球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去打比赛的时候 对方所有的球员 都是那种见外星人也在那看着我 这些都是藏族人 他们得打橄榄球那种 因为藏族青年很喜欢一些新潮 且有挑战性的东西 所以可能不是我们做不好 只不过是我们被关注的东西太少了 他们的传统观念就得来西藏看 他们看了后 才会知道现在西藏的变化有多大 穷是西藏上古神兽 百鸟之王 代表着旺盛和无所畏惧的生命力 虽然联赛的战绩未尽如人意 也有很多人受伤 但正如球队的名称一样 队员们依然斗志高昂 他们参加过各种的比赛 然后而且就是比赛经历经验比我们足 其实我们只是差就差在经验而已 别的都差不多 我希望我在我的有生之年 我们可以登顶全国冠军 这个是女老师会一直去追求这个信念的 然后包括我的队友 我的球队都应该保持这个信念 因为经济体育你不追求冠军的话 你为什么要去打他呢 你为什么要去努力要去奋斗呢 在距离超级晚举办地 一万两千多公里外的拉萨 这群从十七八岁的高中生 到四十多岁已工作多年的年轻人 正在出东的拉萨河边训练 为下一个赛季做准备 勤爆冲撞跑位 他们组成了多元化西藏 也是跟世界紧密链接的西藏的 一道亮丽风景线 尤其是在我们西藏 可能我希望这种人越来越多 把我们这个氛围弄得越来越好 现在就是国内甚至国外 他们玩的我们都在玩 比如说涂鸦 滑板 说唱 你能想到的一些东西 可能你都会在西藏这边能看得到 可能差别就在于地方高了点 阳光强了点 然后氧气少了点 就这些而已 代表我们的故乡 代表我们的整个民族 出去展示我们自己的一些精神面貌 这个很重要 杀鸦巴 杀鸥 一 一 四 走